之前呢我已经有教过大家如何利用iPhone内建的捷径换铃声 今天我们来看看如何重复利用已经写好的捷径 帮你的iPhone再换一次铃声 大家好我是苹果妹 之前呢已经教过大家利用iPhone内建的捷径换铃声 那今天这部影片呢是针对你已经看过上一部影片 你已经写过捷径并且想要换一首歌的人 如果你还没看过那部影片的话我会把连结贴在上方这里 那我先简单帮大家复习一下在那部影片里面呢 我们曾经使用过iPhone内建的捷径这个App 写出了一个脚本 那这个脚本呢就是要用来把我们萤幕录制的影片转成音档 然后我们会再用另外一个内建的App叫做GarageBand 把这个音档转成铃声 那我们今天这部影片呢除了用我们之前写过的捷径再做一次铃声之外呢 我也会提到一些大家发现的问题 像是在GarageBand里面音乐太短的问题呢 我们今天都会一起提到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一点呢 就是我们之前写过的捷径脚本是可以重复利用的 那之前的影片就是萤幕截录的影片是可以删掉的 那你想要制作新的铃声的话呢 你只要重录影片就可以了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如何重复利用捷径再做一次铃声吧 首先一样去找到你想要的影片 然后使用萤幕录制把它录下来 之前呢我们也有教过大家如何把萤幕录制的这个按钮 加到我们的控制中心里面来了 假设今天我在网友顺便看到这个影片 我想要把它做成铃声的话呢 在播放之前呢 我就先打开控制中心 然后按下萤幕录制的这个按钮 我们先按下去 然后它会倒数三秒钟 大家看到了吗 它在倒数了 接着呢 我们就开始播放我们想要录制的影片 那我们制作铃声最长是30秒钟 所以你大概录个30秒就够了 录完之后呢 按下左上角的这个红色的警示灯 它就会出现这个停止萤幕录制的视窗 那你就按一下停止 接着这部影片呢 就会出现在你iPhone的相簿里面了 那下一个步骤呢 我们就要用到之前我们写过的捷径 那如果还没写过的话呢 先去看上一部影片 在相簿里面找到你刚才录制好的那部影片 然后按一下左下角的这个分享键 分享键按下去 往下滑到最下面 就会看到我们在捷径里面 写好的这个脚本叫做影片转音档 选这个影片转音档 那这个部分呢 你可以直接选择这个 这边有一个我的iPhone 你可以直接选择这个选项没有问题 那今天我为了想要让我手机里面 档案干净一点 我也可以新增一个资料夹 那新增资料夹的方法就是 按一下左上角的这个资料夹的加号 然后你就可以帮资料夹命个名 像我就把它取作铃声 那我就把它存到这个铃声的资料夹里面 接着按右上角的完成 这样它就储存到这个资料夹里面了 接下来下一个步骤呢 就是要打开另外一个iPhone内建的APP 叫做Garage Band 那每个人的手机里面 应该是一定会有这个APP 如果没有的话呢 你可能就要到最后一页的这个APP资料库里面 重新下载 或者是到App Store里面重新下载 那我们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呢 就会进到这个界面 然后你看一下第一个选项叫做键盘 我们现在呢往左滑 滑到有一个选项叫做录音机在这里 你就点下去 然后中间呢有一个选项叫做好 点一下这个蓝色的好 然后我们去找到左上角有一个 这边有一个白色的横条有没有 点一下这个白色的横条这里 然后就会切换到现在这样子音轨的样子 那跟上一部影片里面不一样的是 我们现在这边要多加两个步骤 因为上一部影片里面其实有漏讲一些东西 就是有一些人他的音乐没有办法播满30秒 那要增加他的这个时间长度呢 要按一下上面小结束最右边有一个非常小的加号 其实几乎看不到 然后把这个加号点开之后呢 你就会看到这个歌曲段落的视窗 这边大家看到呢 我们预设是停在8小结 那你点进去 这边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8改成大概到20吧 然后接着呢随便点一个地方 这个视窗就会消失了 接着呢我们要把上面的小结束改成时间 就现在大家看到上面这个1到10 有没有全部都是小结束 那如果要看到时间几分几秒的话呢 按一下右上角的齿轮 这边有一个齿轮点下去 然后下面大家看到有一个选项 叫做时间齿标 这个选项把它打开 让它变成绿色的 然后接着呢 按一下右上角蓝色的完成 大家就看到它的小结束现在变成时间了 然后下一个步骤呢 我们要把蓝色的这个节拍器关起来 让它变成白色的 然后现在呢我们要来汇入档案 那汇入档案呢就按一下 右边这个白色的圆圈这个绳索 那点下去之后呢 大家看到它预设这个视窗 是停留在apple月段嘛 我们要选右边的这个档案 点下去档案 然后呢我们要按一下下面这个蓝色的 从档案up浏览项目 点下去 然后在下面左边这边有一个最近项目 有没有 点下去通常你就会马上找到 你要的档案了 那我们刚才转好的音档呢 它的名称会长这个样子 它叫做什么rpreplay 然后后面final一串乱麻 那如果你在最近项目里面没有看到的话呢 你就点一下右边的浏览 这边有一个浏览 那你刚才如果有建立这个铃声的资料夹的话呢 你就可以直接点进这个资料夹看看 然后一样呢档案名称就是这个rpreplay这个档案在这边 接着呢点一下这个音乐它就会开始播放 你可以确认一下是不是你要的那个音乐 确认完毕之后呢我们就把它拖到这个音轨的部分 就是按住之后不要放开 然后你就可以把它拖进来 拖进来之后呢你可以去移动它的开头的位置 或者是你可以把它拉长拉短 就是你只要点一下这个音轨 然后拖曳它的开头跟结尾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觉得这个声音太小声的话呢 你也可以让它变得更大声 你只要按一下上面这个控制器的符号 这边 然后下面呢有一个选项叫做音轨音量 在这个音轨音量的部分 你可以去把它调大调小声 完毕之后呢 你就可以再按一次这个控制器的部分把它关起来 然后如果你想要放大啊或是缩小的话呢 你就用两根手指头 就是像Safari那样子 如果你要放大的话就这样子把它拉开 或者是缩小就这样子把它缩小 那确认完毕没有问题之后呢 我们来存档 存档的部分呢 就按一下左上角的这个倒三角形 然后就会出现这个我的歌曲 按一下这个我的歌曲 然后这边呢就有非常多 我们之前有做过的铃声 找到最新的那个档案之后呢 你就长按它 然后按一下分享 这边有分享 接着按铃声 这边呢我们就可以帮它命个名 打完之后呢 按一下右上角的输出 这里 然后输出成功之后 会出现这个视窗 接着按一下 左边的这边有一个将声音作为 点下去 这边它就会让你选说 你是想要把它设成铃声啊 或者是你想要把它做成 指定联络人的铃声也是可以的 那我们现在呢 先把它设成标准铃声 设定完之后呢 我们到设定里面去确认一下 打开设定之后呢 我们去找到一个选项叫做 声音与触觉回馈 然后下面呢 我们看到 这边有一个铃声 有没有 铃声它已经被我们改成 就是我刚才设定的那个名字了 那今天这个铃声 如果你想要把它删掉的话呢 你可以把它点进去 然后你就会看到 你刚才自己自制的铃声 会出现在这个部分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把它往左滑 往左滑之后 这边会出现删除 有没有 你就可以把这个铃声删掉 这样子就完成了 之后呢 如果你想要再换铃声的话呢 一样就是录制一部新的影片 然后旧的影片也可以删掉 那我们今天呢 这个再制铃声的影片就在这边 希望帮助到大家 那另外呢 如果你还有任何问题啊 也欢迎在点人区告诉我哦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苹果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